明島克里斯多弗·诺兰 指导的新片 奥本海默 招来与他合作20年的搭档 悉尼莫菲出演男主角 莫菲在片中饰演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并在今日受访时公开了扮演该角色幕后故事 莫菲谈言电影的主角奥本海默 每天需要抽大量的香烟或是烟斗 因此为了更贴合角色人设 他迫不得已养成了抽甲烟与烟斗的习惯 然而即便是抽甲烟 其中也含有有害物质 莫菲此前出演《遇血黑帮》时 就抽了数百只的甲烟 但在奥本海默中工作人员甚至猜测 莫菲在戏中抽了大约3000根的甲烟 虽然大部分甲烟不含尼古丁 但依旧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因此莫菲谈言自己以后 不会再扮演必须抽烟的角色了 这种痛苦甚至让他现在戒掉了抽烟的习惯 只能说莫菲真的很敬业